周一 香港民众发起跨界别行业罢工行动 在金中天马公园草地集会 据悉有3万人参加 近看记者柯婷婷的报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金中电铁站的A出口 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民众是非常有秩序的排着队 他们正在乘坐扶手电梯前往在天马公园的集会 那么在路上也有很多义工民众自发的在派发这个海报 上面写着香港人加油 现场有各界别的民众响应罢工 有人向公司请假来参加集会 也有学生身穿校服放学后来与会 真的很担心 我在不同的渠道听到 有学校门口有很多警察 去难捕那些学生 去搜查那些学生 罢工集会上主办方朗读宣言 定下四线 促请政府下周五 9月13号前回应不大诉求 否则不排除升级行动 而在9月3号 民众还会发起罢工罢课罢式行动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宋生化香港报道